有人觉得我温暖 有人觉得我冷酷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终其一生 不过是为了寻找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过朴素的生活 做最美的梦 忠于自我 长于人后 洞察人生 你可以少一点了解我 但是我希望 你看到的都是我的早晨 愿以后每一次带给大家的都是 相见不完 我是演员 走开来 然后 演员一首 好 没什么事说 没什么 有点多了 咦 那可以稍微看一下 对 好 我就喵一下喵一下 这个好像是那个节目上帮你 就是好像你们那开头 对对对 大家在早晨 好 好 愿每一次带给大家的都是 相见不晚 我是演员 再来 我是演员总监 再来 愿以后每一次带给大家的都是 过着朴素的生活 做最美的梦 忠于自己 封销 我和我我我我我你也可以 我第一次看 我 你拿你我 我不是想看着还是 好 你一招 常遇人后 洞察人生 我觉得我坚持做一件事可以停久的 我喜欢一件事也可以停久的 我就可以把这个变成实际行的东西 所以我反而觉得电视剧的良生我们 可不可以比较像更适合常见在电视 江花是世界上最美丽 也是最顽强的花 就像你江生 只要我好了 我不管她结婚还是生子 她只能是常太太 江生 我没有看完整 我是看剧本 然后我就回去看那些相对的情节 然后我自己感觉是原著可能还是比较极端的时候 这个人物可能真的有很霸道的时候 可能有很幼稚的时候 那我看剧本是觉得她比较完整 她加了很多 比如说刚刚讲的对家里的一些 对弟弟的照顾啊 对家人的那些体谅啊 对爱人的那些慢慢慢慢守候 那些都是让这个人物更多的 更多的面向 我是觉得看完小说 我看再看剧本 再觉得剧本的完整性跟人物的丰满性 又更多一些 所以我反而觉得电视剧的量身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像里面 可能会更适合呈现在电视的 先给大家看 陈天佑她会有很多很正能量的想法 然后比较励志的行为 那我就觉得这些应该是可以多学习 我也有这种比较自律的方式 就是我坚持 我觉得我坚持做一件事可以挺久的 我喜欢一个一件事也可以挺久的 我就可以把这个编成实际一行的一个东西 那我想应该是坚持吧 好 玉华大学景观设计系 是的大叔 大叔 我姓程 好的程大叔 我叫程天佑 年轻人少喝点 谢谢程天佑大叔 谢谢程天佑大叔 每个角色都不同 所以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我就战战兢兢的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手机没有丢 但是我好像帮你弄丢了 有一些话其实是很 哇 我听他都酥了这种感觉 酥酥酥的这样 其实就是这个程天佑的性格 或是他的特质比较多面 他有很成熟的一面 就是他对家庭啊 他的事业啊 就很有那种中国传统的那种美德 就是照顾照顾家里的长辈的感受啊 然后把他新的思维慢慢慢慢漸进式地告诉老人 然后还一步一步让他接受不是太门当户队的降生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很很很稳重的一种特质 但同时他有也有很稚气的一面 就是他每次碰到江山都会很温柔 然后可能有些很脱轨的一些脱轨的行为 做一些很也可以说很幼稚的那些举动 做弄啊开玩笑啊调侃 就让这个角色更丰满 然后成天要多多面心啊 压抑就我们解释为虐嘛 就是他悲伤悲情的部分 其实也有 但是总的来说他就是涵盖很多情绪 也特别多的部分是温暖的部分 他有很多暖性的剧情 很励志的情节 中和了整个戏里面 但是还是有很多部分是诱伤 比如说 离别啦 再重逢啦 再很幸运要离开他 就是很多个不同的阶段有 很多快乐 悲伤快乐悲伤 来组成这个故事 有压力 因为 每一次的新的作品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然后 每个角色都不同 所以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 我就 战战兢兢的一步一步把它完成 有一部分是要演 看不到 看不见东西的 有一段 所以就要 稍微传摸一下 盲人怎么去行为啊 怎么走路啊 然后也有一个挺难的 我觉得有一场戏是要跳崖的 也不是太难 就是感觉像是拍古装片 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些 要跟女生配合 然后要解决那个 让女生不慌张 然后顺利把这个跳崖过程做完 也都挺难 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快要失去他的手 我就想挽留他 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 在预告里面也挺甜的 刚刚有看到 他说 我那个时候是故意把手机弄掉 把责任推给你的 但现在手机找到了 手机没有丢 但是我好像把你弄丢了 就是有一句话 其实是很 我听他都酥了 这样感觉 酥酥酥的这样 我好像把你弄丢了 这一生 我会遇到 比他一切都好的 但我已经没有经历 不顾一切去再一次了 我所有能量 能调皮的能量 都在那个学生的时间 但只要一开始 导演说要开始了 我们还是会 很快的尽量进入 那个角色的情绪 我可能跟陈天佑不大一样 我可能是 更调皮 我是更小孩子 陈天佑是比较成熟 我小时候比较调皮的时候 会有 也有 那个 我讲过就是会 做弄别的女生 把口香糖 这个是最坏的示范 就是把它放在女生的头发里面 就很难 很难起 很难做得开 对 然后结果还是被那个 老师罚站了 罚在那个 就是集会的 所有人看到的地方 罚站 有很大的惩罚 但我那个时候 可能小时候就比较调皮 我所有能调皮的能量 都在那个学生的时期 长大就好一点 长大就比较稳重一点 稍微稳重一点 其实有时候演的时候 都笑到不行 因为她就是挺活泼的 有她在现场就整个很开心 很欢乐这样 也需要这样 因为有时候拍 拍戏过程很长 等的时候很多 你又有一些调剂来 让这个工作很顺利 很愉快这样 然后都会的 我们开玩笑 调侃一下 然后逗她笑开玩笑 我们拍摄的时间 其实不是特别的松 比较一来了 我们就拍摄 然后等的时间 真的不是特别多 而且导演的处理方法 这次非常流畅 就是她不需要你演很多遍 她已经把她需要的东西 已经布在这个摄像机的位置上 你基本上你走好了 演一遍 基本上就会完成这场戏 是一个很 很算是很流畅的一个拍摄方式 所以你不能太分心去开玩笑玩 但只要一开始 导演说要开始了 我们还是会很快的 尽量进入那个角色的情绪当中 我们都拿捏的还挺不错 我们都拿捏的还挺不错 中汉良和陈飞用的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点是 他们两个名字不同 这都是同一个人 这都是同一个人 如果你是女生 梁生和陈天佑 谁是你的最佳男友 人选 甜甜的佑 陈天佑 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 完全不用考虑工作和其他 从早到来 你会怎么安排 从起来就是 自己做早餐 然后品尝自己早餐 找个许久不见的朋友 找个咖啡厅 坐下来聊天 不开气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再准备下一个工作 所以兴趣爱好是 工作 最新学会的一个网络词语是什么 什么题 搭桌题 不知道了吧 你都不知道了吧 你都不知道了吧 对呀 形容好的男生 你搭桌题 每个人都想啃一的 不知道了吧 搭搭搭桌题 好的男生 对呀 你都不知道了吧 你搭桌题 每个人都想啃一的 搭桌题 好的男生 好的男生 哈哈哈哈 那陈陈佑最深情的告白说了什么 只有我好了 这辈子都不会好 不管你 只要我 怎么了 不管你是结婚还是生子 你只能是成太太 哦 平时粉丝对你 最深情的告白是什么 我 我 我因为你变得更好 我最喜欢这道题 好 那在节目的最后 可以跟TV视频的观点人们 推荐一下 这部良生可不可以不忧伤 如果真的要 一口气看完一部剧的话 我觉得确实很难 但是一定要选一部的话 应该就是良生 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了 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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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